欢迎大家收看一间总结的环节 我身边的嘉宾继续都是我们的郭瑞 博斯治郭瑞 郭瑞你好 郭瑞和您看看A股方面的情况 我看到三大指数最新来说都是要跌 上证指数跌3点 收报在2047点 沪深300指数在2273点下跌5点 深圳城市在8055点下跌4点 跌幅来算是比较细 介乎是0.06至0.22% 好像没什么方向仍然是窄幅波动 其实方向不是那么明显 是有少少的 因为上证指数由1849点上升 第一个阻力位是7月11日的2092点 即是说期间来说升了这400几点之后 都不知有少少的调整和消化 但直到现在这分钟上升指数 都是在这400几点的波幅上半段反复 换句话来说 形态都有少少等机会上市高位的感觉 由1849点拉上来这一点 如果连线 这是一个短期的上升轨 再将这个上升轨 放在这条阻力位 这就叫上升三角形态 其实势头不是那么差 只不过成交金额少 气氛比较薄弱 暂时没有太多动力 所以属于有波幅而没有升幅 有反弹不过没有大升格局 还有即使突破了 上面还有一条中期的下降轨 这条下降轨一直是规管着整个A股 严格来说 A股一天未能突破这条下降轨的顶部之前 任何形式的上升都只是 区间性的波幅而已 其实没什么值得惊喜 但我觉得太坏也不会 因为经济由8.5%或高一点 下调到8%再下调到7.5% 这个历程会拖垮股市 亦会因为企业盈利的倒退或放慢 令到市况下跌 但你去到7.5%的水平时 大家开始关注 中央政府距离一个政策出台的时间 应该不会太远 如果未来的经济 真的进步下调到7.3%或7.2% 股市我自己看应该不是跌的 是升的 因为大家都会憧憬 可能中央已经开始有些部署 有些政策上的推行 的确如是 其实我说了很多次 中国的经济是靠三部火车头 是出口、内需和固定投资 出口来说根本不能拉动经济 就算有贡献 都相对比较小的 核心的增长始终是来自内需和固定投资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板块 即是未来在政策的主导 我相信都会集中在内需和固定投资 这两个板块 如果这个看法是对的话 A股其实是一个中期的底部 应该已经出来了 即1849点 事实上由09年8月4日的高位 3478点下跌 头达尾已经跌了46个月 如果去到今天来说 不用说一定是48个月 即是经济 就算增长8%也好 7.5%也好 股市这几年来 劣迹的跌幅已经相当重 相当重 如果以一个投资环境来说 作一个参考来入市 在这几年来说 不少资金都是被捆绑 甚至是虚蝕 这真是没办法 当然A股下跌还有其他因素 包括管理和流量过多 即股量过多 令到上升的时间 是有一定程度上受规范 不过撇除这些因素 直到现在这分钟 今年的高位仍然是2月18日2444点 今年的低位仍然是6月25日 如果以一个单年度的波幅来说 这个幅度应该可以满足到整年所需 因为实际上来说 伸直到2400几点 仍然是20% 否则 6月份的下跌 或5月份的下跌 或多或少都是跌果龙的 如果当时在前方之下 最坏的下跌 有些人甚至在遥传三九八八中国银行 有些票据到期 没有能力去上还 这根本是匪夷所想的 如果真的去到那一天 资金真的这么紧 中央政府稍为适量下调银行嘴美金 已经可以解决到相关的问题了 但市场的气氛有时很难用理性去分析 去到一个极端的时间 总是有一些负面的消息 是以人传人传开 如果你没有理性的分析 你真的会被他误导了 不过就算你有理性的分析 也好 你看着市况跌下多些 你又能不能够理性 拿货小的当然是个人都可以理性 但如果拿货多的话 会怕着越输越深 所以到最后 不理性都是这样说的 都是会低价沽售的 所以何时都要做一些风险管理 就是这样的原因 说到股市 直到现在这分钟 上证指数 都在波幅里面的上半段反复 情况不是那么差 不过老实说 就算市况真的进一步推升 以现在的成交金额来说 我觉得还是比较微薄 如果互深两地的成交金额 是超过2000亿加加万万 那就差不多了 有些看透了 现在1000亿多点 十十岁 即是属于有波幅 没有升幅 有反弹 不过没有大升格局 不过 当然 1849点到2092点 中间一个位 我就当你1970点 即是 只要上证指数不跌穿1970点 中间这条线 问题不大 但如果一旦跌穿了 情况就有点麻烦 整个形态是处于浴市低位的格局 相对现在来说 在中位数上 当然是处于浴市顶的格局 所谓的顶 暂时是2092点 如果过得到 就断断再向上望 不过中期来说 我就不敢看淡 但短期来说 我相信势头仍然会反复一段时间 好 谢谢郭Sir 和我们说了A股方面的情况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 主要是蓝手鼓来说 现在的最新表现 见到汇控 最新做的是85.3毫半 跌4.2 跌幅来说接近5% 中移动82.8 跌不超过1% 中国银行跌4先 公司银行跌9先 健康最新做的是5.6毫3 跌3.3 港交所跌过 最新报120.9 中人寿18.4毫2 跌2 有邦保险35.9毫半跌5 腾讯控股升接近2% 现在在做$377 金沙中国42.4 跌3 跌幅不超过1% 长江实业跌过半 新农机地产跌过8 九仓跌1%不足 最新做69.5 中海外跌3毫 至于华文字地 最新做22.3 跌幅超过1% 中海有跌4毫4 跌幅超过3% 中石有跌6毫 跌幅接近2% 中石化同样跌2% 现价5.71 坤林能源跌幅接近2% 11.76 至于中国神华 最新做21.85 跌幅接近3% 郭先生要跟你说一下汇控 跌幅比较大 这一刻也接近5% 现价值85.35 看到业绩方面 中期夜绩没什么惊喜 接近市场预期下限 今天跌这么多 都拖累了恒指方面的走势 恒指最多也要跌363 现在这一刻 就新做21,858 怎么看汇控 怎么看今天大事受拖累 暂时来说 汇控的股价有点跌得过分 不过说真的 77.2到近日的高位89.0 升了12元 相对来说已经升了14% 如果你用一个理性的角度来说 升了十几个% 大蓝筹 稍微有点调整 根本上很正常 看份业绩 税前的盈利114亿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中间来说大部分盈利的收入 都是好似市场的预期 包括一些贷款减少 还有控制成本也控制得不错 同一个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方面 其实来说扯不上太多关系 即是核心的盈利能力 有点受到规限 但大家都要理性点去看看 上半年度 整个投资环境和气候 有好过吗 完全没有 恒生市数 去到2月4日的23,944点 开始跌到6月25日的19,426点 包括政府的商辣招 令到一手楼和二手楼的交投都少了 即是楼房的贷款是放慢了 营商环境基于转差了 双业上的贷款也略为保守少少 这是没办法 是整个大气候所致的 既然在这环境下 银行业的贷款或非贷款业务 即非利息收入 有点受规限是很正常的 我不相信到今天市场才知道这个情况 如果早前由70多元 推到85、86、87、88、89 多或少都会受到衍生工具去主导 但更重要的是 要从一个中期的角度来看 因为汇控过去这几年 不断地将非核心的业务和有毒资产出售 由一间国际性的银行 它的定位是回归本位 即是做一些比较当地的银行 反而有利市场对它的评级提升 因为以往环球经济储高增长之中 业务越是偏全球 越受惠于环球经济的增长 但后期什么金融海啸、欧债危机 会令市场担心生意做得越大 你输得越多 结果在一些舆论的分析比较偏淡之下 汇控也是同时期开始逐步逐步撤离 一些高风险或赚钱比较少的业务 将资金集中在发展 亚太区或香港甚至大中华这方面的银行业务 这个范围有利银行对它的评级提升 直到现在这分钟 股价的下跌可能都比较敏感些 况且说真的市场本身是累的 市场由19,426升到22,291点 已经升了28,65点 经过28,65点上升的大市 稍微整固和消化是很正常的 只不过一直以来都没有回吐的藉口 回控的业绩没有预期那么好 或者只是预期的下限 其实这不是淡的消息 不过市场有时不是那么理性 既然是这样便轻轻偏淡 加上一些衍生工具的主导下 因为汇控股价今天烈口性低开之后 进一步下限 即是造就了市况 进入一个技术上的升喉整固之中 汇控股价下跌 暂时来说一方面本身的业务 是没有太突出 第二行指成份里面起占15% 老老实实 你估价不跌 指数怎会跌 但也好 升了28,65点 如果市况轻轻向下调 例如调整三分一或者二分一 指数有机会见一见 大概28,58到21,300 其实对后市的发展更加有利 当然不知了 如果拿着货比较少 这一分钟暂时先观望 等等先 这个没有货 但是拿着货多 今天是第一天跌穿10天平均移动市 你就要小心自己的防守能力和能耐 好 谢谢郭瑞和我们分析了 今天大股大市方面的走势 先和大家跟进 行指方面敬雨停定 半天来说是跌344点 收报在21,877点 跌幅是1.55% 看成交方面是258亿 国企指数跌156点 收报在9569点 期指方面跌380点 收报在21,819点 跌幅是1.71% 低水58点 成交量方面 竟已超过32,000多张 这段时间差不多 谢谢郭sir 最后和你做新步 提及高分自己有没有持有 我持有少少落眼 谢谢郭sir 我们先休息一会 1点钟继续有要财财经台的直播时间 我们1点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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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